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,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的玛纳。 今天,神为祂的儿女, 预备了一份熟天的灵量, 圣经。 请你, 如以色列人一样,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, 领取新鲜的抗野玛纳。 一段经文, 一篇灵修小品, 一篇信息, 一个吐告。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玛纳, 陪伴你每日凌沙。 好,欢迎你收听《旷野玛纳》这个节目。 今天的《旷野玛纳》是《约伯的故事》。 过去的两天, 我们思考了《约伯的故事》这个主题。 今天,我们再次重温当中的经文。 《约伯的故事》一章一节, 以及六至二十二节。 然后我们一起祈祷, 祈求神引动我们, 使我们全然圣结。 《约伯的故事》一章一节, 及六至二十二节。 护士地有一人名叫约伯, 那人完全正直, 敬畏神, 远离恶事。 有一天, 神的众子来士纳在耶和华面前, 撒旦也来在其中。 耶和华问撒旦说, 你从哪里来? 撒旦回答说,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, 往返而来。 耶和华问撒旦说, 你曾用心刹汗我的仆人若白没有?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, 敬畏神, 远离恶事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, 若白敬畏神, 岂是无故呢?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尼巴, 维护他和他的家,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?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,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, 他必当面弃掉你。 耶和华对撒旦说,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,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 有一天, 若白的儿女正在他们掌轻的家女吃饭喝酒, 有报信的来见若白, 说, 牛正耕地, 牢在旁边吃草。 士巴人忽然闯来, 把生畜老去, 并用刀杀了仆人。 唯有我一人逃脱, 来报信给你。 他还说话的时候, 又有人来说,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, 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。 唯有我一人逃脱, 来报信给你。 他还说话的时候, 又有人来说, 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, 把骆驼老去, 并用刀杀了仆人。 唯有我一人逃脱, 来报信给你。 他还说话的时候, 又有人来说,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掌轻的家女吃饭喝酒。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挂来, 激打房屋的四角,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, 他们就都死了。 唯有我一人逃脱, 来报信给你。 若白便起来, 撕裂外抱, 剃了头, 伏在地上下拜, 说, 我赤身出于舞台, 也必赤身归回。 上次的是耶和华,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,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 在这一切的事上, 若白并不犯罪, 也不以神为余望。 今天矿野曼那是《若白的故事》。 就让我们一同你合上眼睛, 一起祈祷。 主啊, 感谢你。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, 我的嘴唇要重赞你。 你将若白受苦的遭遇写下来, 成为历世历代圣徒在苦难中的安围。 你看从我们为人, 你是全能的神, 你要我们在你的面前作完全人。 帮助我们从你启示的真理, 更深地认识你。 不要叫我们用无知的口, 使你的旨意隐藏。 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, 在受试探的时候, 能够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受敌。 主啊, 很多时候, 我们所需要的, 不是心里面疑惑得到解答, 而是要亲眼见到你。 你不是我们理念中议论的对象, 或者是讨论的结果, 而是我们能够讨论的原因。 我们要称借你, 因我们受造奇妙可为。 你的作为奇妙, 这是我们的心, 深深的知道。 主啊, 多谢你道成肉身启示你自己, 使我们在你里面认识父神。 求主帮助我们终于来, 在受苦的日子, 存着无偽的信心, 活泼的盼望, 为你作美好的见证。 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阿门 昔日的以色列人走在抗野的时候, 神每日都赐予他们马南。 今天, 神都为祂的儿女, 预备了一份熟天的灵良, 就是祂的话语。 和你笑顺的构图。 梁友电台原创节目 旷野玛拿 作者 孙大宗 月月版播音 方爱人